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 家庭观众任何问题可以打给我们 又或者是法国电邮有过来的 这一节想和大家跟进铁路股方面的消息 会和Jason谈谈谈 研究部的经理陈维冲 Jason 你好 Jayne 你好 398方面出了业绩 连续两天都有阴烛下来 似乎西头不是太好 虽然看到数字来说 它公布首三季多赚一成 但如果算一算来说 好像有增长放缓 所以大家不是太收货 再加上大行 巴克来方面都调低了目标价 所以解释到 为何业绩出了之后 都会有沽压在 398我们跟进一下股价表现 最新来说去到50.3毫半 暂时跌超过3% 看到昨天成交比较多 以为可以有轻微反弹 但怎知都延续着跌势 不如跟我们继续跟进一下 大行都说到虽然动车的需求 其实是强劲 不过他们经常说 一个走出去的概念 仍然面对很多海外的执行风险 还有海外方面的订单 没有说市场与其那么好 等等这个利担因素困扰着 先解释一下 就是业绩方面 显生到大行对它的看法 还有订单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这次业绩简单来说 虽然盈利是上升的 但如果你说单计是第三季来说 其实去按年方面 不论收入或者顺利 都是要按年跌的 例如说顺利第三季来说 按年都跌了两成那么多 最主要的原因 根据他们管理层都说 就说它在这一季度 动车阻相关系统产品 负运量就突然之间是减少了的 那解释是什么呢 就说因为它有最大的客户 就是中铁总那边 都是说将那个负运期就叫押后了 这一方面都令到大家有些猜想 或者有些疑惑的 因为明明都是说 就是说今年年中的时候 先说要加强铁路的基建投资 要增加那个动工方面的进度 没理由第三季都再要延迟附运 最大可能性都是因为 可能对上两三年 中铁总采购了那些车辆 那些产品 可能真的出现了一些过剩的情况 如果你说今年上半年 有很多是用不完的 剩下了放在库存的 那自然第三季 就算有些新的项目要做都好 都只能够是拿回之前用剩的那些部件来安装 那令到一些新产品的负运 新产品的销售都有一个押后 那你说会不会这一部分 就是延后了的销售 可以在第四季 或者可能可以在下年的第一季 确认了 那我相信机会其实都是大的 因为始终说动车组的 产品的需求仍然都会随着高铁不断的兴建 都会是有增无减的 那只不过就说可能过去那一季 有些原因令到延迟了负运 才令到今次的业绩出到来 不是太理想了 那我相信这个原因 就导致第三季业绩方面出得差的 最大一个因素来的 那当然他也有提过 除了动车组的产品之外 机车的产品 就是一些火车头方面的产品 亦都是因为中铁建 这个都比较大的客户 都是叫做取消了某些订单 或者订单都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就拖累了 反而就说最强增长 或者最能够保持到那个水准的 就是一些叫做成轨 就是我们所谓地铁方面这一类的产品 如果你说内地方面 继续都要在一些二三线城市那里 搞分一些的城制铁路 一些地铁的铁路 那我相信这一类的产品 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 但是没办法的 因为说这一部分 整个收入的佔比 都只是一个比较小的部分 如果你说机车或者动车 做一个这么大部分的产品 是做得不理想的时候 那对它整个订单 对它整个利润 都会有个多大的压力在那里 至于你说说出口方面 走出去 很多大行仍然都是维持一个 比较乐观的看法的 即使你说现在中铁局总是延迟的采购 但是有部分的机车的订单 都仍然是可以走出去 销售去海外市场 那我觉得如果你说 未来就是中央方面 继续是可以 跟好像你说英国 美国这些大的国家 是签订一些铁路 高铁的合作协议的 又或者跟一些周边的东南亚国家 例如之前都谈备了的 是印尼 俄罗斯 又或者泰国等等 这些国家是形成了高铁的合作 我相信对于蓝车时代 走出去的潜力 仍然都是相当之大 好 你说到就是说 只看第三季来说 就表现一般 所以大家不要只纯看 就是说首三季的掃柄 就以为做得好 刚刚你也有解释到 就是说为什么呢 那个扶运计划改变了 令到他们一些电动车组的销售来说 就比较差一点点 会不会说都有一个冲击 富运计划改变了 不代表第四季是这样的 会不会说 传染业绩 其实都还有冲击 始终都要靠 就是说顾头方面 还有投资额那么多 我们经常听国策扶持 我想问一问 就是说 去到第四季 你知道之前有基数那么差 如果去到第四季来说 基于刚刚提到的国策因素 有没有什么的憧憬呢 其实如果全年来看 他们的销售表现 有没有说真的说得这么差呢 我相信第四季 是有机会有一个挺强的反弹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说第三季 之前为什么他的采购量 是突然间少了 为什么要延伺负运 都只不过可能负存是过高 还有就是说在第三季来说 那个需求 或者整体的铁路开工的量 都是比较低迷 但是随着第三季刚刚出的GDP 是那么矮的 特别就是说 顾头方面是跌得那么紧要的 我都相信中央都没办法的 去到第四季 怎样都要增加一些资源 增加一些预算 放回到那个铁路投资上面 全年去要达到 就是8千亿这个投资目标 第四季一定是要赶工 变相在第三季 低迷的时间 延迟了负运 去到第四季 当那些project开始上马了 只不然负运量 都一定要赶回来 所以是第三季做得不好 去到第四季 应该是有一个改善的空间 好 明白了 都看回大行怎么看 还有目标价方面的分享 好像就说 巴克来方面 就把目标价由76元 下调了百分比 去到70元的位置 但是瑞信 也是把目标价下调了 由77元 到75元 他说到一个因素 就是为何都保持平级 由于大事不变 就是说 南北车合併方面 都有些协同的效应 我想问 其实南北车合併了 变成中国中车之后 经常都说 更加多的订单 就会比南车时代 就是398元 那当中 就是 佔比 就是 订单佔比 是多少 来自中国中车 如果是 蓝车时代 去做的那些产品 其实 有部份 之前只是给蓝车 因为合并之前 大部份 订单都只是给蓝车 北车 又去自己的一些 自公司 附属公司 来提供这些系统产品 但现在合并了 其实之前 也有很多的传闻 就是说 北车 那些所谓附属的公司 都是做这一类的系统部件 系统产品 那些公司 都有机会 接回到蓝车时代 但是说就说了很久 但是所谓这个注资的计划 一直以来 都没有发生过 那会不会你说 现在说中国中车 有部份的零部件 都是真的有 本身 北车旗下的附属公司 来提供呢 我觉得都有这个机会 意味着 一天这个注资 未去到 确认的时候 对于蓝车时代 突然之间 有个订单的增加 都未必说真的 可以出现到 OK 好 谢谢先了 Jason 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和大家看看其他股份的表现 文革零 你还没有下跌